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将来后继讲 陆续谈一谈 在其他的环境和思想上 主观客观方面的条件上 就要相续谈一谈这方面的常识 那您先给我们谈一谈这个笔 应该注意什么 笔呢 说来很简单 我们现在不能说在介绍某种书体 是否用什么样的毛笔去写 长方短缝 这点无所谓 为什么在完成作品的时候 应该说一位书法爱好者 或者是一位书法家 都应该是按照自己习惯用的笔 平常喜欢用长风 就到作品的时候就用长风 但是注意一点就是不用这个新笔 新拿来的笔 或者是没有用过的这种笔 都要去试用 因为新笔上面有很多的胶 需要相当时间的泡洗才能干净 得需要用过几次之后 笔才渐渐的进入到 这个好用的这个阶段上来 新笔啊 一般不好用 但是法笔 用的那个非常的那个 乘法的笔也不好用 就说呢 用过几次之后 这笔就介入家境 您谈的这是笔 那么墨呢 墨应该注意什么 墨呢 应该在完成作品的时候 讲究起来 是要研墨 最好不要用墨汁 这个墨汁的颜色和味道等等 都不如盐的墨更好一些 如果是好墨 盐出来之后 将来很多年以后 还能闻到墨的香味 这个另外那种墨色 也非常的漂亮 好看 和纸的那个那个结合的感觉 也非常爽目 应该是盐墨 既然是盐墨呢 尽量用好墨 反而说笔呢 笔不应该放的粘头太久 因为毛笔放的粘头太久之后啊 它倒不好用 因为笔啊 笔毫啊 自然有个损坏过程 而墨呢 沉墨 所以讲的沉墨 就是常年积存的那种墨 是指的这块墨 越放的粘头都会越好 但如果你用过的那种墨汁 或者已经盐过的墨 如果放时间长 那倒很不好 特别是平常注意 不用速墨 所谓速墨就指的是 今天用过的墨 隔夜之后 转天的墨 一般称为叫速墨 这样的墨不用 特别是有些个发酵的墨汁 如果用的话 在作品当中完成 一个是墨色不好看 再一个将来在装表上 会起很多的坏作用 它就用表话的说 它跑墨啊 叫轰了 这些东西都不要用旧墨 所以在用墨方面 也是应该很讲究的 另外呢 在完成作品的时候呢 要针对你的作品而言 把墨调的一个合适的一个 吸淡或是这个浓色方面上看 比如说写楷书 应该呢 墨浓一点 新书呢 烧淡一些的 草书呢 就更淡 为了是硬币上的流畅 这是比较讲究的 当然是 也许有时候根据一些人的习惯 有人喜欢用楷书 用淡墨 或者是青草书呢 也不愿意用太淡的墨 这有个习惯问题 但是通常讲 应该是楷书烧农 青草烧淡 嗯 那么配合十当的墨 应该有这个 与之相匹配的纸 对 那纸方面应该做一些 什么用 纸呢 应该说写楷书的时候啊 尽量用薄一点的纸写 嗯 写青草书的时候 稍用厚一点的写 一般是这样 仍然有一个习惯问题 对于这个纸 各种纸 我们将来呢 还有要再说的一些个必要 嗯 但是呢 强调一点说呢 我们现在通常用的这些个宣纸啊 就类似我们眼前摆的这种纸 啊 禁辟单宣 现在多数都是画画用的纸 嗯 在这个古代用的纸啊 画画和写字用的纸是不一样的 现在大部分呢 都混在一起了 实际上严格的讲 写字还应该用一些 一些半生半熟的纸 类似竹吹轩之类的纸 是比较合适的 嗯 那院呢 院台呢 呃 现在一般很多人呢 用纸去写字 逐渐的呢 验台并不太讲究 嗯 实际上呢 呃 过去讲究那种端验 延出墨来 那效果也是不一样 验台的好坏 主要对延墨来讲 它起作用 对于当时的墨汁 调了点水 这个好验的坏验一般就 不起什么作用 嗯 所以验的问题呢 我们放在将来有机会再谈 那除了这个笔墨指宴之外 是不是在完成作品当中呢 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 就是毛章 嗯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毛章需要注意什么 嗯 这个簪子啊 在书画当中是必备的 嗯 嗯 我们平时刚买来的时候啊 嗯 一般簪子都是叠着的 嗯 叠很多的死者的死印什么的 嗯 摆放的时候不容易摆平 所以写字的时候呢 遇到不平的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这个有凹凸的地方之后啊 影响啊 比的灰晕 嗯 那怎么说呢 所以你要把这个簪子啊 嗯 平时要要卷起来 尽管不要这样叠 叠完有这个死者啊 要把它卷起来之后呢 放好 用的时候再打开 它是平的 这是一方面 还有时候呢 要把它 喷一点水啊 把它运平 啊 运平之后 把上的那些虚毛毛 都把它运平运倒 嗯 纸呢 就能够一个很贴肤的 两个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写起字来之后 效果会要好一些 嗯 那田老师 咱们提到这个书法作品形式 您前面讲过 包括横幅啊 条幅啊 陡方啊 中堂等等 嗯 那么从我们的节目来讲 您今天应该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横幅 是 嗯 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这个横幅啊 应该说它是书法作品形式当中的 一个主要形式之一 嗯 所以横幅啊 竖幅啊 这都是主要形式 也常见的 在横幅当中呢 又分两种 一种呢 是普通的横幅 嗯 一种呢 叫做横批 嗯 这个横批啊 一般都是单行 所以单行呢 就是横排几个字 啊 没有说这个 对行当中两个字 三个字 这样 嗯 横批就只是 简短的几个字 啊 少着两个字 横排 多着呢 四个字 六个字 嗯 但是不依太多 太多就应该呢 变成普通的横幅 竖写横式的 这样 一行两个字啊 三个字 四个字啊 这样横排下去 嗯 所以简单的说呢 横批应该是 字数少的 横排一字 形的 拍开的 这样叫做横批 啊 我们边讲呢 边演示一下啊 比如现在眼前 放的这张纸 这样属于是一个横幅 嗯 它大约呢 是一比三的比例 嗯 一比三 这个横幅呢 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规定 或者是说 是一比三吧 是一比二 是一比四啊 哎 没有准确的 因为在到手卷的时候 那可以说是 啊 如果是一尺宽 可以 竖杖长 啊 叫做手卷 啊 侧阅式的呢 也称为是横式的 那么又可以单 拿出一张的呢 独立成为一个整体 嗯 又可以连在一起呢 成为一个整体啊 所以呢 横幅呢 有很多的一种式样 我们今天简单讲一下 平常常见的这种横批式 啊 嗯 嗯 所以就写几个词 就是啊 寒英举华 嗯 看这几个字啊 我们就拿这几个字啊 说一下他这个歌词 现在呢 歌词写完之后呢 韩英举华 啊 他就摆在位置呢 应该说是 准备两边落款 啊 两边落款呢 是一种横批的形式 啊 所以两边落款呢 呃 上边呢 一般写啊 求记者的 这个名字 嗯 比如说 呃 这两字 若是送给你的 嗯 那么上边呢 啊 就可以呢 写上你的名字 上款 呃 如果你的名字是三个字呢 就直接叫后面两个字 就可以了 又是两个字呢 就得都加在一起 因为 叫一个字的话 在中国还很不习惯啊 你说 刘芳 刘芳 同道 啊 郑芝 这样是这个 上款 先不写啊 自己名字啊 印章 这一般的就 就就就 这就可以了 嗯 就两句说 呃 地方大呢 盖两方印 地方少盖一方印 有上款的呢 尽量就不再盖 营手印 嗯 在这地方 若再加营手印 或者在这地方 加营手印 显然太急了 有上款的这个 这个位置上 一般就不用再 放营手印 但是这个要说明一点 就是 单款与双款 呃 一般说呢 跟这个 市场呢 市场上的这个 商品情况有关系 嗯 大家知道呢 一般的书法作品呢 往往能成为商品 所以呢 呃 人们在落款时候 常常喜欢落的 上下款 都落的一面 不希望落的两面 原因就是 比如说 我是赠送给你的 不希望你把它卖掉 但是你可能呢 呃 把这个点 拆掉 哦 它就可以卖 呃 就可以卖 所以往往呢 呃 书家呢 经常啊 把你拧在 写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样破坏了 没有什么 其他作用 啊 比如说写在这个位置上 啊 某方同道指正啊 啊 整治啊 就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 你就不容易卖掉了 你无法裁掉它 你像你 单纯把这行裁掉之后 你从前再粘接 用装表的那种 这个补接方法 实际上呢 也容易被外行看得出来 嗯 像这个如果裁掉之后 就这样的话 就没有事情 但是呢 那么 如果双款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有直接的呢 感觉到 啊 非常的稳妥 感觉两个人对称 嗯 有它有它的这个 呃 这个审美方面的优势 啊 当然若 呃 一面款 若两面款 这根据索要自己的一个 呃 一个习惯 啊 那个 我们再举个例子 好吗 呃 就是说在横幅的格式当中呢 呃 以横批这种形式来看 还有几种不同的写法 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能见到 呃 有些人这样写 啊 呃 但觉得这个这个形式呢 也不错 啊 呃 当然是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呢 呃 摆个正中的话 呃 是一个 呃 最基本的形式 还可以呢 形成这样 比如说啊 呃 再写几个字 啊 大到多种 嗯 大到多种 这样几个字呢 它写在 这个 这个 这张纸的上端 嗯 呃 呃 近老的秋八月 啊 这样露名的啊 这样 这样一种格式 啊 也可以 啊 还有一种格式呢 就是说 呃 不准备做演示了 一提呢 就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正板桥写的那个 难得糊涂 嗯 呃 那四个字呢 他的上边呢 写了这四个大字 难得糊涂 下边呢 密密麻麻都有偿款 啊 啊 当然纸呢 呃 往往是在一比二的这个比例上 比较合适 啊 这个一比三的比例上 那么写着 比如说这样的下个款的话 显得稍微拥挤一点 嗯 在一比二上面写四个大字 难得糊涂 下边 开始落 聪明难 糊涂难 由聪明二转的糊涂更难 啊 当当来后面的词句 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也是一种形式 啊 所以在横批当中呢 单写四个字 乃至写两个字的 啊 因为单字呢 就不好说是横竖了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呢 呃 有这么几种形式 大家呢 写的时候呢 应该注意到呢 呃 可以多出心意 但是呢 必须要保持它的这个 凭正 啊 表 保持呢 它的一些的这个 作品上呢 让大家接受起来 有一种形式美 这种感觉 啊 但是不要搞得这个 呃 过于的这个 显得花哨一点啊 呃 有花种蛆虫的这方面 感觉 不需要这方面 嗯 形式啊 必须保持严肃大方 是这样 那您能不能把这个 红批这种作品形式 给我们演示一下呢 啊 可以 按照传统的格式 书法作品的书写顺序 应该是自右而左 自上而下 写横批呢 是横向单行 也要自右而左 古代的拍扁写法 也是这种格式 但现在人们日常的书写 已经改为了自左向右 这就需要书法家呢 也应该适应这个现实 当我们为日常的这个生活 呃 现实服务的时候 去书写某些牌匾呢 呃 等等啊 就应该呢 也去自左向右 古人所谓呢 笔墨当虽时代 这是很重要的 甚至到了必须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可以回避写简化字 刘芳咱们再写一篇啊 好 这个横批呢 写了四个字 是批和怀育 批和怀育 这是老子道多经上的一句话 原文是呢 只无息自无贵 所以圣人批和怀育 意思是说呢 把宝器呢 藏在衣内 不要显示 啊 这个形式上呢 和上一幅是一样的 呃 内容呢 也都是和上幅一样的 都属于是明言景句 这两幅字呢 也同属于一种 呃 带掩体味道的形感 这就是田老师给我们演示的两幅横批 田老师 您有没有在章法上还需要给我们讲解一些东西 从章法上讲啊 这个横扶啊 如果字数少的时候 就尽量在提款之处啊 不要拔的太多 我讲这个拔呀 就是后边的在提款处 不要太多 因为字数如果后边的太多之后 本来千文正文的字数就少 那么你如果字数太多 就把这个正文的挤的 还得往前靠 结果看来就是在章法上 偏程 偏程以后 后边的小字太多 拔文太复杂 于是就落一个 宣民多主的这么一个效果 因此在提拔的时候 对千文字数少的 尽量提拔和注点E 尤其是这种形式的 如果它高起来 就像我说过 门灯糊涂那样的 高起来上面的时候 下边再加长拔 还是可以的 像直写击溃这样两个字 长拔尽量可不比 好观众朋友 在下一讲呢 我们还是请田老师 给我们把横幅当中的其他形式 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